财政部宣布6月1号起 原本6%的消费税率将降至0% 从6%到0% 房间就开始议论 物价会否调降 例如用餐时消费了100令吉 到时候市井小民又该支付多少 而这段真空期或称过渡期 又会对人民乃至整个国家 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你讲一个产品 如果它是106块 我讲106块来讲 简单的讲 106块如果是100块 你加这个6%不是106块 106块如果把6块钱拿出来的话 你就变得便宜了 但是在市场上 我们很多人都会消费者 他会有一个误解 因为市场上的价格 都是我们都是讲 它已经包含了消费税 这很重要 市场上包含消费税 这个inclusive GST 当它包含的时候 你不能只是减6%出来 你要6除106 乘那个价格 所以大体上如果我算的是减多少呢 5.66% 5.66% 所以不是一个6% 为什么减5.66%呢 之前6月1号之前 你买什么东西都好呢 你给的100块来讲 它的5块6毛6是给政府的 所以这个部分它拿出来 而不是拿整个6块出来 所以这边有两个情况 它不是那种便宜 讲整个价格促销那种便宜 只是没有了那个GST的部分而已 消费税那个部分而已 它不是讲它会降价 如果你讲单单看那个 我们讲展示出来的价格 当然它是减了 减那个百分之 刚才所讲的 百分之6还是百分之5.66% 多数是百分之5.66% 真空什么都会发生 其实那个真空呢 跟这两个星期是不一样的 那个真空是Tax holiday 我们先讲这两个星期很可能 很可能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不要买了 所以这两个星期 我想政府它是很恰当的 要越短越好这个时间 因为你生意会被卡住 它不要买了 有些人讲我不要进货了 这些东西 有些人讲进口的已经来到港口 你不可能不进这些东西 所以它这也不能这样卡住 所以这个我讲如果是10天 它应该是没有这样大的影响 10天拿来除365天就OK了 你想像如果政府讲 这个0%明年1月1号才开始 那就很糟糕了 然后到6月1号的时候 这个是关键区 6月1号到真正的 GST SST SST要重新的说 它不能让Tax holiday 这个真空太长 这个真空太长 它会影响 当然我们希望它越长越好 消费者 这个真空会影响税收 也会影响国家的收入 更会影响国家的测试 也会影响到国际的评估机构 怎么来看待这个车子 当然如果你真的需要购物的 你当然是在这个时候购物了 它就会没有 我不能讲它便宜 它是没有消费税 又没有销售税 但是你总不能什么都买 不可能的 那也是浪费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b planet Web planet Web planet Webします Web planet 有点阿福 Web planet Web planet